文佛音 见佛法 是众生死了又生 生了又死 生死不已 像车轮一样转动不停 细想下来 其实这是一件很可怕的事 无论你是否信仰宗教 信仰什么宗教 只要你是在华夏文明中成长 你一定会知道因果和轮回 并且在生活中带入这种想法和思维 连自己都注意不到 这是直接植入思想中的理念 也是几千年文化的影响 从客观上讲 宗教中的轮回是一种机制 机制必定有其组成的物质基础 也许轮回存在 只是和宗教中的不一样 所以 今天小编要从一个不一样的角度和你聊聊轮回 在地球宇宙内 生命的总数是个定数 不是变数 也就是说 生命的总数是不变的 变化的只是生命轮回现象 这就像地球上水的总量 水的总量是定数 如果某个地方干旱 并不是地球上的水减少了 如果某个地方发生洪涝 也不是地球上的水增加了 一碗水让其在太阳下蒸发 最后碗里的水不见了 是不是说这些水都死掉了 当然不是 它们轮回转化了 云飘来 从云中降下雨 是不是说多生出了水 当然不是 它们只是轮回到大地而已 除非地球的整个体系发生变化 否则 地球上水的总量永远不变 不会消失 也不会增加 只是在轮回变化而已 它们或许轮回到了冰山上 或许轮回到了大海里 或许轮回到了大地中 或许轮回到了云雾中 千载如斯 生生不息 那地球上人的数量增加了 是不是说诞生了新的生命呢 当然也不是 新的生命并没有诞生 这些所谓的新生命 只是从其他空间轮回转化到了地球人间而已 地球上的人数增加了 那么动物界生命的数量可能减少了 如果动物界生命增加了 那人类的数量可能减少了 如果某段时期 地球上人的数量突然大幅度减少了 那么那些生命上哪儿去了 是死了吗 消失了吗 当然不是 它们或许去了天堂 或许去了地狱 或许去了植物层 或许去了动物层 或许去了家畜界 总之 地球宇宙内生命的数量 就像地球上水的总量那样保持不变 昆虫的数量肯定比飞鸟的数量庞大 草的数量肯定比食草动物的数量庞大 食草动物的数量肯定比食肉动物的数量庞大 地球上其他生命的数量肯定比人类的数量庞大 地狱的生命肯定比天堂的生命数量庞大 人的数量肯定比仙界仙的数量庞大 这里就引出了一个问题 仙道群岛洲天仙的数量比人间人的数量庞大 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就目前而言 仙道群岛洲天仙的数量是200亿 而地球上人的数量仅仅是70亿 这个现象怎么违背了生命的层次越低 数量越庞大这个法则呢 其实 这个现象并没有违背基本法则 从近台看 天仙的数量比人的数量庞大 从动态看 依然是人的数量比天仙的数量庞大 在几亿年的时光里 天仙的数量基本没有变化 而几亿年间 人的数量是几千亿上万亿 物以稀为贵 生命同样以稀为贵 所以我们众人所走的路通向死亡 唯有少数人所走的路通向永生 从这个道理而言 当一个人的观点与大众相同 那么他走的路通往下界 大众向西走 你也向西走 那么肯定通往下界 只有闲是人之所忙 忙是人之所闲的人 才有希望走向上界 根据生命的层次越低 其数量越庞大的原理 我们可以推算 坏人的数量肯定比好人多 也就是说 浑人的数量比俗人多 俗人的数量比凡人多 凡人的数量比闲人多 仙人的数量比仙人多 这就像人类社会 群众的数量比镇长多 镇长的数量比县长多 县长的数量比市长多 市长的数量比省长多 省长的数量比部长多 部长的数量比总理多 总理的数量比总统多 如果不是这样 必然混乱无序 人类社会中 容易犯罪的人多 容易成为楷模 标兵的人少 因为犯罪容易成仙难 人都喜欢迎合大众价值观 而大众的价值观 属于数量庞大 而生命层次低的一类 所以 向下界轮回很容易 在不知不觉中 就走向了下界 所以当大众认为 男大当婚 女大当嫁的人生观 是天经地义的 你也去迎合这个 天经地义的人生观时 结果可想而知 当大众忙于赚钱 忙于办公司做生意 而你也亦步亦驱时 轮回的后果可想而知 当大众练气功 修仙修佛 而你也去仿效时 肯定达不到目的 由于去上界的人 数量稀少 加之人都有惰性 不愿接受新思想 新思维 新观念 喜欢守旧 不愿改变传统 所以升华到上界不容易 牡丹千载如丝 荷花千载如丝 羊柳千载如丝 牛羊千载如丝 如果没有外力的作用 或不同结构的渗透 物质会保持原状不便 人 如果没有神佛仙 或魔妖怪的引导 人将永远是人 所以 在生命的轮回转化过程中 一定要接近 靠近 具有神 佛 仙 生命升华到上界 同类者的话不能听 同类者的做法不能仿效 江山一改 本性难移 想改变一个人是非常的困难 因此 每一个修行修炼者当醒悟 如果没有脱胎换骨的体验 自己的生命是难以升华的 人离开人间那一刻的意识状况 决定了死后的去向 我们已经知道了 生命的本质 有生命的反物质结构决定 而反物质结构主要由其意识决定 有什么样的意识 就有什么样的生命反物质结构 有什么样的反物质结构 就呈现什么样的生命状态 所以 人离开人间的那一刻的意识 若是动物的意识 那他死后必然去动物层 如果人离开人间的那一刻的意识 是仙的意识 那他死后必然去仙界 其他以此类推 这里生发出一个问题 如果一个人一生始终是人的意识 在离开人间的那一刻 会不会突然成为仙的意识 然后前往仙界 答案是 没有这个可能性 一点也没有 因为没有量变的积累 绝无可能发生质变的可能性 也无法克服生命的万有引力 加之 若没有积累财宝在天国 人的意识 必然向财宝处发展 天国里没有自己的财宝 就不可能具备 天国生命的品质 人的财宝在哪里 人的心就在哪里 人的心在哪里 它就去往哪里 基因科学家们发现 人的基因带有遗传信息 上辈子身体某处受过伤的人 转世成人后会发现 同处有受伤的印记 我们观察一个人的所言所行 就能追溯出此人的前世 这就像地质学家 通过观察地貌和地质结构 得知此地以前发生的地质变化那样 也像我们通过观察一个人的相貌 基本能推断出这个人的年龄那样 如果我们接触过足够多的 形形色色的人 那么从中可以发现 有些人前世是某种动物 有些人前世一定还是人 有些人来自天界 从福尔摩斯的探案集中 我们可以获悉 福尔摩斯的能力 来自他对细节的掌握和判断 他能从作案现场的蛛丝马迹 判断出罪犯来自何方 和罪犯的基本特征 因为凡事有印记 生命轮回也有印记 这就给我们一个启示 要想使自己的生命上升到天界 必须消除作为人的所有印记 道教经典《阎王经》中说 阴曹地府里具备条件 在投生的鬼魂 先让他们喝一碗迷魂汤 及孟婆汤 使其忘却前世 重新以一个崭新的生命出现 这是一种极大的慈悲 同时也是使各类生命秩序井然 以维护生命动态平衡的法则 如果不消除前世的记忆 那么人类社会将不堪设想 当一个人发现 自己的儿女是前世的仇人 当一个人发现 自己的媳妇是前前世的奶奶 当一个人看见 某人正是自己前世的仇敌 当一个人发现 自己养的宠物是自己前世的儿女 那将会形成一种什么样的局面 将乱成一锅粥 思维会混乱 所以越是低级的生命 越要清除他们对前世的记忆 否则不仅天下会大乱 天上也会大乱 每一个生命前世前前世的信息 是一个个密码 不能随便揭破解说 这就是天机 天机一旦泄露 必然会带来麻烦和灾难 我们绝大多数的人 都是糊里糊涂 不明不白地活着 也是这个道理 好了 今天的内容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